拆迁是中国大陆人民留不完的类 上周山东和四川又传出为了拆迁而引发的群众抗争事件 有学者指出中共统治下的强拆 把全中国的财产关系带入空前的混乱 这在将来中共独裁消失后将是一笔剪不断理还乱的糊涂账 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消息 山东德州市因土地开发利益分配问题 上周四发生群体抗争事件 开发商在当地土地开发项目上 排斥村民参与物资供应 而成为数百村民抗议的导火索 当局派出七八十人的公安防暴队 暴力驱散民众 并当场抓捕了四名村民 村民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当地政府压低了赔偿费 土地被征用了 利益却不分给农民 4月初曾有村民在互联网上提出 德州市烙龄市无理种村征收土地的七个疑问 村民质问 几年前村后的土地已经每亩3.5万甚至4万 如今却只赔偿3万元 而德州市的文件是 圣果期早述每棵补偿300到600元 而物理种村却只赔偿每亩500元 另外去年另一个镇的藻农 也曾经历被强行征递 另一方面在四川成都 近千名龙桥镇居民向政府追讨征地赔偿时 被大批警察包围武力镇压 20多人被扣押 10多人被打伤 很多居民担心被捕 到处躲避 不敢回家 一位龙桥镇居民向自由亚洲电台透露 他们三年前被征地拆迁后 居民没有获得赔偿及安置 上星期二镇政府召集居民讲解赔偿问题 却只宣读一份在多年前发表的政府文件 并要所有人15分钟内清场 官员说你们爱高到哪里就哪里 居民在广场静坐抗议 但不久之后 有超过20辆巴士 载着大约800多名防暴警察和政府雇佣的保安道场 以扰乱秩序为名驱赶居民 六四学生领袖王丹 在台湾与大陆的征地纠纷体现了制度的差别文章指出 在台湾 国民党会担心选票的流失 而选择放弃发展计划 维护2%反对拆迁居民的权益 但在中国大陆 面对土地纠纷 地方政府没有制度上的任何应约数 一旦群体性事件扩大 他们还可以以社会稳定为理由 要求中央政府以国家暴力来解决利益纠纷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也在拆迁征地之战 抢钱与反抢钱文章上说 虽然强拆事件是开发商和政府勾结 但是按照全国政协委员 广州复利地产总裁张力在两会上的发言 地方政府卖地的利润高达200% 而开发商的利润只有10% 他指出 一旦中国走上民主之路 面对空前规模的财富分配不公 清理工作将极其复杂 极其繁重 如果说中共当年的革命是第一次抢劫 而后的改革则是第二次抢劫 这两次大抢劫已经把全中国的财产关系带入空前的混乱 我们可以想象的是 一旦中国民主了 法治了 仅仅是围绕着土地和住房 就该有多少打不完的官司和礼不清的产权 新唐人记者吴维 王明宇 综合报道